一星期一本书 却找不到强有力的证明 要说他不喜欢你吧 却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撩拨 其实啊 想要知晓对方心意 也并非无章可寻 看看你们的微信聊天就知道了 微信聊天不但能拉近彼此 心于心的距离 也可以透过对方的回复 看出他对感情的态度 如果对方经常在微信上 回复你这四个字 那只能说明 他的心里并没有你 等会儿再聊 这四个字已经和下次再约 以后再说 并列成为大家礼貌性 结束话题的三大场面话 但是 如果在感情交往中 对方频频以这句话 作为聊天的结束剧 并且说是等会儿 却让你等了好几天 甚至更久 那只能证明 他对这段感情的敷衍 有网友在知乎提问 一个男生说等会儿再聊之后 就没有回我 代表着什么 底下有个高三回答是 对他来说 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不想继续跟你聊下去了 虽然扎心 却也是事实 一个心里没你的人 哪有心思管你在收到 等会儿再聊后 内心等待的焦灼 也难怪有网友现身说法 纷纷控诉男友的满不在乎 我男朋友也是这个德性 我快爆发了 这就是明显的 不把你当回事 最近几天已经跟我说了 无数个等会儿再聊 然后就没消息了 对我分享的东西也不回复 我看快凉凉了 你回答消息是秒回 你等他消息是轮回 发了等会儿再聊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 归根到底 其实就是心里没有你 他只是把你当作无聊时 用来消遣的人 用这四个字打发你 然后自顾自地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自己喜欢的人聊天 张小贤在 《谢谢你离开我》中说过 亲爱的姑娘 无论你有多么好 总会有人不愿意领你的情 总会有人辜负你 遇到这样的人 你也不要苦苦等待 只为当对方的姐妹 备胎了 你永远无法让一个 心思压根不在你身上的人 爱上你 纠缠太多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无法挣脱 没有时间 有位粉丝曾向 童话大王郑元杰提问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 郑元杰的回答是 你的时间越来越多 有对方支配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啊 一个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心里眼里都是你 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 前段时间 表妹惊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男孩 起初两个人聊得很愉快 见面相处的氛围也很融洽 那段时间 表妹经常对我说着 这个男生多么的幽默风趣 总是能在快要冷场时 及时开启新的话题 两个人恨不得24小时都聊天 可没过多久 表妹就跟我大吐苦水 痛斥男方脚态两次船的恶劣行径 原来两个人虽然聊得开心 但每次表妹开心的计划 和她进行下一次约会时 都会被男方以没有时间搪塞过去 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 今天没有时间下次吧 双修要不要去周边农家乐放松一下 最近项目很多 没有时间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刚开始表妹还以为对方是真的忙 可搜索了聊天的关键词 发现最多的就是没有时间 后来才得知 对方在相亲之前 就有一个谈了两三年的前女友 因为家里人催着相亲结婚 就和表妹聊上了 而男方在和表妹聊天的时候 和她的前女友一直藕断撕脸 一个心里没有你的男人 根本不愿意花费一点时间在你身上 即使微信上聊得你浓我浓 也不过是无聊时的敷衍 所以要看清一个男人 不要总是依赖于微信上不切实际的聊天 还要看看她愿不愿意在你身上 花费时间精力 陪你立黄昏 问你周可温 一个愿意和你共同消磨漫长光阴的人 才是真正的把你放在了心上 无不无聊 你才说婚姻生活犹如长期的对话 当你要迈进婚姻生活时 一定要先这样反问自己 你是否能和这个女子在白头偕老时 仍能谈笑风生 两个人相处的幸福感 是需要靠彼此尽兴分享生活中的 无聊小事成全的 当对方开始厌烦当下的生活 和真心相待的你 说明此刻你们的关系已经很危险了 上个月九儿在微信群里说 她和谈了五年恋爱的男朋友分手了 原因不过是再好的乍剑之欢 也逃不过日久生宴 九儿不禁在群里痛诉 恋爱之初每一次微信聊天 对方都是热情回应和真心负义 可当彼此熟悉 即使自己多么兴高采烈地分享 小心翼翼地诉说 也只能换来对方一句无关痛痒的 无不无聊 当初的甜蜜 在这些年的朝夕相处中 逐渐地消耗殆尽 其实对于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来说 话题有没有去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杨酱的《隐身衣》中 描写了一段和钱钟书的聊天趣事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 想要什么 我们都要隐身衣 各批一件同处遨游 我们只求摆脱基数 到处阅历 并不想为非作歹 可是玩得高兴 不免放肆淘气 于是惊动了人 隐身不住 得赶紧逃跑 哎呀 还得有缩地法 还有护身法 两人一来二喝 看似天马行空 无聊又无趣 却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你看 相爱的两个人 不管一起做什么 都不会觉得对方无聊 而会被对方吸引 变成两个幼稚鬼 舔后所有人 现在的男女交往 因为异地 工作等等原因 已经让促进彼此感情升温的时间 越来越少 如果在微信上的分享 都被嫌弃无聊 那走向感情终点的步伐 一定会越来越快 无聊就像是一阵刺骨的寒风 日复一日地吹 总会把对方炙热的心 吹至冰点 一个男人如果心里真的有你 不管这件事多么无聊又无趣 只要一想到 你在屏幕那边欢喜地分享 就觉得万事万物 都因为你 变得有趣起来 有句话说 在Google上输入故事 可以得到一亿多条结果 但输入结局 却只能得到四千多万条结果 可见 并不是每个故事 都有结局 所以我们要坦然地接受 现在所欲并非良人的可能性 也要有在知道自己 并非对方心之所属后 勇于结束感情的果感 要明白 把你拽入感情不幸福深渊 最重要的因素 是那个在这段错误感情里 犹豫将就的你自己 希望我们都能拥有 在感情中重头再来的魄力 心里没你的人 就算了吧 也要相信 会有这么一个人的出现 让你觉得过往所欲 都值得被原谅 敞开心扉 迎接当下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也不要忘记 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